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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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婆这,你在这儿 你不订话 你相信这个樊茜茜 你的池荒咯 我没人也忍ET 我像你 这治愈后快 经历我来快 这像你 废雪英 女 1944年5月出生 四川嘉江人 因悟信法轮功 痴迷于宵夜 上层次 幻想圆满 导致家境衰败 人变得精神恍惚 身体患病 不看医生 不打针不吃药 迷信法轮护身 长期拖延病情 最终于2014年11月 在练习法轮功中 身体衰竭死亡 这是一座2014年 才累气的坟墓 坟里躺着的是 普普通通的村民 名叫废雪英 而造成废雪英死亡的原因 还得从1997年说起 那年5月 经人介绍 加入了李洪志的 法轮功邪教组织 当石书军的二女儿 谈起母亲的死 仍旧又一种 说不出的伤痛和惋惜 是罗山寺家将近土门乡人 因为说起我妈一切 说我连这个法轮功 就每天起早 谈起来天亮 爬起来吃了这饭 就出去一家搞去喝 就说是为了那一点 就是以后就是下来去 就是下辈子就过得好 然后就是上天堂 老爷说回来 我说你这儿是混混混在家里 我说你这儿是 说来说 你这儿是 说来说 人家口也就是非常听 我老婆里书 我说 纸鸟书 我看到 也到时候走 还有点草云书 产云书 也到时候走 废学英有五个子女 家里的经济来源 主要靠种植茶叶 水稻 她的善良和勤劳 一直是子女们学习的榜样 日子虽然不太富裕 但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 却让邻居们十分羡慕 在你们的家里的时候 我开始非常辛苦 这个时候经常都不同 大家一家人 有说有效的 但是刚刚很高兴 就是因为说 那个时候家庭 虽然有点苦 但是一家人过来很开心 我还小的时候 没聊你的时候 应该就把他留下就对 那时候又做活物 这样了 唱完就有啥又干的 都已经喜欢做活物 最后一年 法轮功又不行了 但是幸福的日子 却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丈夫石伏奇说 妻子废学英在城里打工 接触了法轮功 法轮功人员向她宣传 人得病 是自己前生的业障 不用吃药 只要看李洪志的书 就会有法轮护身 百病不侵 有病也会不治而遇 以后经常会有人 邀约她在一起练功 看书 大家还组织 向周围的亲朋好友 宣传发放 法轮功宣传资料 自从废学英迷恋上了法轮功 患病后 痴迷于宵夜 上层次 法轮护身 幻想所谓的圆满 后来 她干脆放弃了在城里打工 回到农村家里 潜心修炼 农忙时 一家人在田里 抢收央苗 希望废学英 在家煮饭帮一把 可是废学英 正听独自在家里 关门看录像 打坐修炼 丈夫和几个女儿 都再三好言相劝 希望她不要再练法轮功 可是废学英不听 反而说是家人阻扰了她 得罪了师父李洪志 要遭报应 从当初的开口骂人 升级为动手打人 家里开始了 鸡犬不宁的生活 废学英不愿意 和家人交流 排斥丈夫和子女 曾经幸福快乐的日子 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 废学英完全变了一个人 患病后 再也没有进过医院 也不肯吃药 不打针 没有打狂犬疫苗 被狗咬的伤口 经过几个月 才基本愈合 在接下来的2014年一次外出中 母亲拴伤了脚和脖子 坚决不到医院接受治疗 不过这次错误的坚持 却直接夺去了她的命 在采访中 废学英的丈夫和女儿 都说废学英 原本是一个最朴素 善良的农村女人 如果没有练习法轮功 在患病摔伤期间 能够到医院治疗 肯定还活着 在得知废学英 痴迷法轮功以后 家人和当地政府 也进行了多次耐心的交流和劝谨 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最后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废学英的去世 给全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一家人想不通 母亲为什么一炼上法轮功 就把这好端端的一个家给毁了 石秀钧说 一家人从母亲身上 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被邪教转变成鬼的过程 对于法轮功李洪志的憎恨 一直营绕在心头 他们一家人都愿意站出来 现场说法 也是希望广大市民 一定要尊重生命 远离邪教